首先我问一下小邓啊 你希望他爱你吗 肯定希望啊 那好 你首先得有 爱和被爱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 你不知道什么叫爱 我对他也好啊 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我也没说出来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他对你牢骚蛮腹 颇有怨言啊 我告诉你姑娘 爱是奉献 而不是所取 但是只要他对我好 我肯定会对他好的 首先 只是态度 首先是你要对他好 而不是首先你要求 他怎么对我好 你明白这个关系吗 爱是吸引来的 而不是要求来的 是这样 我觉得我对他好 我就是默默地对他好 然后他的话 就得让他为我做些事情 他才肯动 姑娘你这个 表达爱的方式很奇怪 你为了让他对你好 你把你对他的爱 默默地藏在心里 我没藏在心里边啊 但是你明面上呢 是不停地跟他提分手 这点我要提醒你啊 不管是在情感当中 还是在婚姻当中 分手这俩字 最好能不说 千万别说 因为说着说着 他就成真的了 你有没有觉得 你那种方式 其实是有点作吗 你以为你用这种方式 可以让他更爱你 但是可能结果 恰恰相反 使他逐渐逐渐地 离你而去 当然了 这个我也得说一下 咱们这小胡啊 确实比较幼稚 别的事我就不说了 就是这个未来的 岳父岳母 第一次到成都 约好了吃饭 你敢迟到一个多小时 打算挺肥啊 迟到就迟到吧 还理直气壮地 跟人家说 我是在帮一个 女同事加班的 这个也太不把 丈母娘当回事了吧 当然了 还有一个 很不能理解的事啊 就是你突然提出来 要回老家工作 那么你在做这个 对未来的规划的时候 你有考虑过他吗 你们俩对于这件事情 可以讲是 完全相反的立场 这个让我感觉 看不到你们俩 是相爱的一对人 针对相爱的一对人 一定会把对方 规划进自己的 未来当中去 可能你们两位太年轻 对于婚姻 对于责任 对于如何相处 对于如何爱 和如何得到爱 你们想法还幼稚 希望今天 你们到这里来 能够更多地换位思考 好 就这些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严老师 女生啊 我看你今天是要输了 别看你这个 小嘴伶牙俐齿了 但是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你还真的不占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